5枚炸彈在也門首都爆炸 造成至少一個人死亡一人受傷 星期二凌晨的爆炸發生在沙拉救城區 很多實業派穆斯林、湖西集團成員居住在該地區 1枚炸彈在一名湖西集團民兵試圖拆除引訊時爆炸 目前仍是不清楚這種襲擊的製造者 至9月以來湖西集團一直和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戰鬥人員 以及它的迅尼派部落盟友發生衝突 最終的一次準確改革在其中一度 你的靈魂的歧场 並請友在一起 準備了一趟生命中